上一次被指稱的 泰桃基淹水元凶 就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原本的H型的槓管 現在完全被拆空了 牆台尼伯特步步進逼 桃基已經將淹水獲守 H槓管全部移除 你可以看到現場這邊 已經有了這個 10公分左右這個柏油的凸起 這個可別小看它 到時候如果這個柏油凸起 跟這個沙包擺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完整的阻隔了 整個這個水勢 再加上第二道關卡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防水閘門 這閘門大概是有 這個80公分左右 到時候這樣子緊急的把它關起來 從柏油到沙包 一直到這個不鏽鋼 做的防水閘門 就可以初步的阻擋住 這個水往這個地下室衝 停車場入口 陶基要用三道關卡 第一線阻擋大量雨水 灌進地下室 上一次淹水的畫面 還歷歷在目 其實在牆壁這邊 可以看到上次淹水的高度 足足是淹到 大概是有小腿這個地方 水從哪裡來 帶你來直擊一下 現在可以看到有工人 在現場架設這個防水的閘門 從地下先挖這個軌道之後 在旁邊架上了這個防水閘門 到時候又要控制一個地方 高度有多高 大概是到達我的胸部到腰部 這個120公分左右 希望能夠阻止 到時候有任何的水流進來 要是要擋哪邊到哪邊的水 上次淹水那裡 以防在外衣再淹進去 鋪設水泥趕挖軌道 淘基在美食街外 緊急趕工架設防水閘門 更在通氣孔築起水泥牆 就是要防止積水流進配電盤 防水牆120公分 至少能夠初步的阻擋水勢 再往裡面流 從外到內做足準備 交通部長賀陳淡也說出承諾 我們相信經過這一連串的改善 我們應該有相當大的把握 不會再發生 那麼但是對於機場本身 建築物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並沒有事實權 我打岔一下 國門陶基到底會不會 再度淹水 尼伯特步步進逼 全國人民都等著看 記者阿公亞邁 邱憲明 桃園報導 I remember 是 他們在他的 在 Dank 讓